自孟晚舟2018年12月 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以来 案件掀起了中美加关系的震荡 加拿大此前应美国要求将他扣押 美国指控他与华为违反 美国对伊朗制裁 涉嫌银行欺诈 要求将孟晚舟已渡到美国 孟晚舟与华为均否认指控 中国政府则强烈抗议美加的这一行动 指这是美国施加的政治迫害 该事件发展至今 孟晚舟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 就在当地时间2020年5月27日下午 孟晚舟案由加拿大法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决 温哥华应出哥伦比亚最高法庭最终判定 华为高管孟晚舟案符合引渡的双重犯罪标准 引渡程序将持续 这就意味着孟晚舟涉诉的行为 在美国与加拿大都是犯罪 这一裁决对孟晚舟一方非常不利 它意味着引渡流程将持续进行 当然孟晚舟也有上诉的权利 熟悉引渡条款的加拿大刑事律师 Gary Boating此前曾对BBC的记得表示 类似的引渡案可能延续数年 这一判决对孟晚舟十分的关键 如果孟晚舟胜诉 她本将重获自由 并可离开加拿大 但目前她可能将会面临被引渡到美国 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 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孟晚舟在上周曾在法庭外与亲友合照 她笑容满面 举起大拇指摆出胜利的姿态 可现如今法庭的裁决对孟晚舟不利 她将继续处于司法监视居住状态 据了解 孟晚舟的辩护团队主张 加拿大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 美国控告孟晚舟的罪名 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符合引渡的双重反对原则 美国则指控孟晚舟涉嫌金融欺诈 这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违法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在法庭做出裁决的前一天 还警告加拿大方面 如果裁决结果对孟晚舟不利 中家关系可能进一步下滑 家方应当切实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以免中家关系持续受到损害 现如今审判结果已出 裁决并未如中方所愿 那中国是否会采取反制措施呢 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